苹果的季节公布了之后 盘后交易的价格就下跌了 因为昨晚炒顶先的股价升了上去 现在是不是大家不太收货呢? 那是差点的 如你所说现在盘后价 今早其实跌回3.5% 昨天升2.5% 那都很明显得到 大家对今次的季节看法比较一般 因为虽然如你所说 比如EPS那些数字 大体上都可以叫做一些符合预期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两年的季度业绩来说 其实苹果几乎每一次 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都是比市场预期好 无论从近两三年开始 pick up 的手机那边 甚至过去慢慢靠增值服务 一些收入 比如App Store那些收入的带动 其实过去几次都令到 那些季节是比预期好 所以今次你说 无论差个预期好 复合预期好 其实绝对一定不会特别有惊喜 所以自然对股价 你说只是大体上的炒作 一定不会太多 但是当然了 今次的季节稍微可能差一点 其实都情有可原的 或者这么说 因为我想两大方向 一来刚才提到 就是本身它硬件那边的一些盈利 譬如iPhone等等那些设备 这个很受着 我想大家知道就是 那个芯片短缺问题 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其实都不只是苹果面对 过去这半年 你看到很多不同商类型 或者是这个产业链里面的 一些比如手机设备的公司 其实都不断会提到这个方向 甚至连手机以外的行业 你说汽车其他行业 都是提到 芯片短缺这个问题 所以短缺一定会有生产上的影响 会令到可能出货 是有些迟了 滞后了 所以之前都说过 比如iPhone 13 其实都是 那个出货时间比以往长了 所以其实实际对那个 季度盈利自然有些影响 而以来其实 由上一季的中后段开始 其实你看到 曾经有很多消息说的 就是很多公司和苹果 有些可能是法律的争拗 个人因素 特别是就着那个所谓的 大家俗称的苹果税的东西 因为其实这个苹果税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 以往很多公司 如果要透过苹果的app store 去上他们的app上架 那要有些类似分成 或者那些盈利会给苹果 以往那部分就挺大的 所以苹果以往这一部分的盈利 是挺强的 但是透过这些的诉讼问题 又或者之后 其实苹果自己都调节了 其实这一步是有些影响的 盈利 所以我想两方面 都的确令到这个 这一刻的季度盈利方面 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说盘后 跌下来其实都很合理 但是我想看回长线一点 始终有中长期来说 我觉得苹果油 又不是说看得特别淡的 始终刚才提到 有公用点问题 总有一刻会解决 甚至现在面对的问题 不是他自己 整个行业也是 但是相对来说 都算是一定有竞争力的一间 如果你要拿一些零部件 拿芯片 我相信都比一些中小型 或者小型的手机企业 都是有优胜的地方 所以只是迟了一点 但是不会造成很大的盈利不确定性 所以前景上讲 未算太过淡 是的 来吧